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覆盖Blade Disk的关键技术 系统构建 以及现状和将来的发展路线图 近些年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普及 它已经成为在生产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技术 相对于传统的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的模型它有一些这样的特点 首先就是它的计算量非常大 它的模型中会有一些像矩阵层 卷积 这样的一些计算密集型的一些算子 然后就是深度学习的模型结构是十分丰富的 比如说从早期的Resnet到LSTM到最近比较流行的Transformer 它的模型结构其实是五花八门 然后而且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深度学习的模型在变得越来越大 那么针对它计算量大以及模型大型化的一些特点 那么硬件厂商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加速 比如说在CPU或者是GPU这样的已有的硬件上面 我们会看到新的针对深度学习负载的一些计算单元的加入 或者是说直接有NPU这样的直接面向深度学习模型的加速硬件 除了这三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深度学习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深度学习框架 这些框架也在不断的而且快速的演进当中 那么其实从刚才的讲到的一些特点可以看到 深度学习模型的加速一直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么抛开硬件领域的加速不谈 那么我们看软件领域 那其实一个比较经典的加速手段就是 我们去看这个深度学习的模型中有哪些是比较高频出现的 或者是是计算平静的一些算子或者是多个算子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算子或者是多个算子 替换成一个更高效的手写的实现 那么我们把这种加速的手段称之为 比较加手写算子库的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像8.0版本以前的Tensor RT 或者是像Fast Transformer这样的库 那么其实在加速领域还有另外一个技术路径 其实就是通过深度学习编译器 在这个领域里面比较典型的工作 像TensorFlow里面的XA 或者是Ery 或者是Apaq设计里面非常著名的TVM的项目也是这样子 那么用深度学习编译器的技术 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因为是基于编译器的方案 所以它的通用性会比手写算子更好 然后它的适应性也会更强 也比较能够适应当前深度学习领域模型不断在引进的这样一个现实 那同时呢 因为深度学习领域有不同的前端的深度学习框架 还有不同的加速硬件的后端 所以编译器在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角色 来把不同的这个前端和后端连接在一起 然后最后呢 因为是编译是一个自动化的手段 所以它的生产效率实际上是 比人来编写手写算子这样的会高效很多 那我们再聚焦到深度学习编译器这个领域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目前在深度学习的模型 它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就是动态化的趋势 所谓动态化的趋势就是说 这个模型输入的tensor的形状是变化的 或者是说在模型计算的过程中 中间的tensor它的形状是变化的 我可以举这样一下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对于CV类的模型 我们输入给它的图片可能是在宽度和高度 以及batch size这三个维度都可能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典型的例子 那还有一类模型叫sequence to sequence的模型 那它的输入的batch size或者是它的sequence的长度 也是可能发生变化的 那么还有对于一类文字转语音的模型 即使我们输入固定的一个shape的tensor 那么在它的decoder计算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同的shape 第四类是说在一些析数模型上面 可能存在一些和数据有关的动态系统问题 比如说有一个算子叫unic 它最终输出的tensor的个数 实际上是跟它输入的数据是有关系的 那么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 比如说在一些图神经网络的角色规划类的模型里面 它的输入的tensor的size变化的范围是可以从几十到几千 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维度 那么现有的编译器会有怎么样的局限和问题呢 就是目前我们讲到的sota的编译器 比如说xa或者是tvm 除了在宁波之前的工作 tvm它基本上都是面向静态shape的 那么面向静态shape的话 因为计算过程中输入tensor 以及中间的tensor的形状都是一致的 那么不管是说对于计算图的优化 算子融合的决策 代码生成调度管理 调度还有内存的管理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这些 因为这些优化所需要的尺寸信息在编译时都是已知的 所以是比较容易去做比较极致的优化 但是当这些编译器面临一个动态shape的问题的时候 往往就会有新的麻烦产生 比如说如果我的编译的binary 只能对一个输入的shape成效 如果这个模型的输入是有多种shape的 那么我们每个shape都要去编译一次 编译的开销本身就会变得比较大 第二如果我有这么多编译的结果 我要把它存在host或者是device上面 那么存储的开销也很大 然后在部署模型的时候 往往去为了适配动态shape的问题 需要对模型做一些 比如说把它padding到几个固定的size 那么对于模型的部署来讲 其实也会带来更大的复杂度 那么还有就是说在极端的情况下 这个输入tensor的shape就是无线的 那么其实进态shape的编译器 也就这种时候就束手无策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社区也有一些进展 比如说Tensor RT在高版本中 其实引入了一个叫我们称之为 Range Dynamic的这样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指定一些输入tensor的 某些维度的变化的范围 然后以及Apache社区TVM的一个 Nimbo的工作 Nimbo的工作其实是从一个 比较根本的程度上解决了 动态shape的一些问题 那么Blade Disk其实也是面向动态shape的 一个编译器 那么它和Apache社区的TVM 和Nimbo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 我先简单的把我们的一些区别列举在这里 然后对于其中的某些topic 我在后面的分享中会慢慢的展开 首先第一个就是集成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TVM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可以端到端运行的编译器 然后加上一个run time 然后Blade Disk其实更focus在编译本身 我们并没有一个运行时 我们会通过一个抽象的接入层 接入到不同的框架 比如说TensorFlow或者是Pytosh的环境里面去运行 然后第二个区别是运行式的控制逻辑是怎么样实现的 因为我们知道当ship变成动态的时候 有些信息只能在run time的时候知道 所以在静态西部编译器里面的静态plan的某些逻辑 是需要挪到运行时去执行的 那么对于这部分逻辑 Blade Disk也是采用了直接代码生成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会为运行式的逻辑 直接做代码生成 直接编一部分可以运行在CPU上面的代码来执行这道逻辑 但是TVMNimbo实际上是用了基于虚拟机的这样的实现方式 这是第二个区别 第三个区别就是计算密集型算子的优化工作 目前其实Blade Disk对于这部分的算子 还是通过掉库的方式来实现 因为我们发现计算密集型算子 它有非常多的优秀的 不管是厂商的库还是系统的库 还是社区的库 还是说通过AutoTVM tune出来的库 这些算子实际上是能达到比较高的性能的 所以我们目前的使用方式是说通过一个统一的接入层 把这些库给接入进来 那么对于计算密集型算子 Nimbo实际上是做了比较多的工作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说 可以做动态Shape的Curnal Tuning 然后对于仿存密集型算子 这部分优化Blade Disk里面其实是做了比较大多的工作 我们的算子融合的尺度是比较大的 然后TVM Nimbo的算子融合尺度 我们认为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融合尺度 然后对于动态Shape的程度的支持 支持的程度 其实我们和Nimbo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都支持动态Shape静态Rank 也就是说Tensor的维度必须要是一致 但是每个维度的尺寸是可以变化的 有刚刚讲的那样的一些区别 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看一些数字 这里有两个表格 就是Blade Disk和TVM Nimbo 在Transformer模型的推理上面的一些区别 想要说一下就是说 在这个实验座的时候 Nimbo的Dynamic Current Tuning的功能还没有开源 所以说我们这里计算密集型的算子 在Nimbo和Disk里面都是采用了Dial Cool Plus 或者是QDN的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表格的第一列数字上面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然后区别主要来自于第二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是仿存密集型算子 然后其实可以看到Disk的耗时实际上是比 是会少了很多 然后第三列是在CPU上面的耗时 这上面基本上是一些控制的逻辑 Disk的时间也会少很多 主要来源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仿存密集型我们有的算子 我们有更激进的这个算子融合策略 所以说会产生更少的corner数 所以也就会带来更少的运行式的控制的调度的开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这部分控制逻辑 我们是做了代码生成的 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是让我们在CPU上面耗时更少的原因 具体的我们可以比看下面的这一个表 可以看到在中间的这个计算密集型算子的个数这样的一列 其实Disk的计算密集型 仿存密集型个数的算子是会比宁波少大约2000多个 然后整体的这个corner数的减少也主要来自于计算密集型算子的减少 那这个减少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更大尺度的这个算子融合策略 好简单的看了一下对比 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下BladeDisk的一些技术的实现 然后来慢慢讲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区别 BladeDisk主要是想解决动态Shape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把这个问题再分解一下 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些子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动态Shape在编译器的IR里面怎么样来表示 实际上在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只支持静态Shape的编译器里面 实际上他们的IR里面是没有关于动态的语义的表达的 那么这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扩展已有的IR 然后让它能够支持动态的Shape的语义表达 然后第二个问题挑战是说由于没有了TensorShape信息 那么对于图的优化特别是算子融合会带来比较大的障碍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再想办法再找回来一些相关的信息 把这个障碍给降低 然后第三个和第四个其实也是因为在动态Shape引入的问题 对我们的代码生成或者是影视的Broadcast的消除也带来一些挑战 那么BladeDisk主要做了一些怎样的贡献使得动态Shape编译器这件事情变成可能呢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扩展了我们已有的IR是它能够表达动态Shape 然后我们会对于Shape计算Buffer管理相关的代码去做了相关的逻辑去做了代码生成 然后这部分控制逻辑就放到了运行室来执行 相当于把静态Shape编译器在编译式的一些工作挪到了运行室 然后我们去做了比较深度的Shape之间约束关系的一些挖掘 那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具体的Shape值 但是我们还是有些办法能拿到Shape之间的一些关系 比如说等价相乘这样的一些关系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做了比较大尺度的激进的算子融合 右边是整个BladeDisk的一个大概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比目前支持的两个主流的框架是TensorFlow和PyTorch 首先TensorFlow和PyTorch我们会在框架层面上进行一次圈图 把BladeDisk能够支持的一部分子图给圈出来 然后通过TF到HLO或者是PyTorch到LHO的一个converter 然后进入到BladeDisk编译器的本体 然后在这个编译器里面我们会有大量的优化的策略在里面 包括刚才讲到的Shape的关系的发掘 然后算子融合等等 然后这些优化做完了之后 我们再还有一层就是运行式的抽象层 那这一层里面我们会把运行时的不同的运行时跟做一个抽象 然后让我们编译出来的代码不用关心具体 它是运行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它只要关心一组抽象的接口就可以 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接入到不同的深度学习框架 比如说TensorFollow或者是PyTorch里面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动态Shape的计算表达的问题 BladeDisk采用了MLIR作为我们的IR MLIR是LVM社区推出的一个 知识深度学习领域的一个编译的基础设施 首先它是一个多层级的IR 然后不像经典的编译器里面就是前中后这样三层 它可以里面有很多层的Dialect 来表达不同的一些关注的角度 然后它的扩载性和重用性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要值得提的一点就是 MLIR它只是一个构建编译器的基础设施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端道端的编译器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说 基于MLIR提供的表达能力 来实现动态系统的编译器 那我们为什么会选用MLIR里面的HLO 作为我们入口的一个IR呢 首先这个HLO的IR 它实际上是源自于TensorFlow的XLA 它本身具有一个比较紧凑的OP的一个集合 然后它也是在TensorFlow里面 也经过了比较广泛的生产的检验 我们首先将OP编译时确定的静态属性变成了运行式的Tensor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例子 在上面是一个sliceOP的定义 这个sliceOP是指支持静态Shape的slice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部分 我们输入一个Tensor 然后我会把它的起点 终点以及不长 然后这三个指 作为一个静态的属性放到OP上面 也就是说当OP编译完成的时候 它要切输入Tensor的起点 终点以及不长就已经确定了 那么也就是说OP 实际上是不具备动态Shape的语意的 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OP 我们可以做的扩展是说 把静态的属性变成输入Tensor 其实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新的OP定义里面 它的start limit还有stride 这三个都从属性变成了Tensor 所以说它是在运行的时候才会知道的 而不是说在编译的时候就知道的值 所以其实对于IR的扩展这件事情 简单来说就是把静态的属性变成 运行式的输入Tensor 那么在HLO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样的算子 我们都为它们做了扩充 然后使它支持动态Shape的语意 目前这些扩充其实已经贡献回了HLO的社区 好 这就是动态Shape的表达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Shape constraint 就是我们刚才讲 其实因为动态Shape的编译器的编译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能假设Tensor有具体的形状的 那么相当于我们是丢失了很多的关于形状的信息 那么我们要想办法在其他地方去把这样的一些信息找回来 哪怕不是具体的值 我们也要找到它的一些约束关系得的 那么Shape信息的来源有很多 比如说算子的定义本身 它就是能够隐含的有一些Shape的约束的 或者是说我们会去做一些Shape分析 或者也有可能是说我们从前端框架再转到编译的时候 本身前端框架的算子与义意里面也有一些Shape的信息 然后我们还可能是说去做一些推断 右边有三个例子 我们先看最上面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HL里面有个叫BinaryElementWiseOP的这样一个OP 那这个OP里面它有一个红色的一个Trait 这个Trait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输入和输出是具有相同的Shape的 这个比较直观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ElementWise的操作都不会改变Tensor原本的形状 对吧 所以这些OP在MLR里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Trait标准 这其实就是Shape信息 我们就能够知道它的输入和输出是具有相同的形状的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TensorFlow里面有一个OP叫SplitOP 它会把一个输入Tensor均匀的分成N份 那么这个SplitOP在转化到HLO的时候 会被转化成N个Slice算子 那么如果我们单独的看这N个Slice算子 实际上我们是不知道它的Output是有相同的形状的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例子里面讲到Slice的它的StartLimiter 还有Stripe三个参数实际上都是在运行的时候才知道的 但是我们其实上是可以把TF的SplitOP的信息给带下来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这N个SliceOP是由同一个SplitOP出来的话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在N个Slice的输出也是具有相同的形状的 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对模型的IR做一些分析 然后来推断出更多的Shape信息 这里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有一个叫Input的一个Tensor 然后我把它做了一个Transpose得到了一个0%这样的一个Tensor 然后我们又把0%和这个InputTensor做了一个加的操作 那我们都知道两个Tensor要相加 那它的这个形状必须是要一模一样的 那0%又是由Input转置产生的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推出来说这个Input这个Tensor 它本身就是一个正方形的 也就是说它的行和列的这个值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我们其实又能得到一个Ship的信息 诸如此类的Ship信息来源其实有很多 而且是可以不断的去发掘的 那么我们对于Ship信息 我们是做了一些归类 我们把它首先我们把它称之为Ship constraint 那么我们Ship constraint有几类呢 一类就是我们叫做Dimension Size Equality 就是说我们知道某一个维度的值是相等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里面Tensor1的第二个维度和Tensor2的第三个维度 这里面的第一和第二是相等的 但是他们可能是整个Tensor的这个形状可能是不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类型叫做Tensor Size Equality 就是说两个Tensor它们的元素的个数是一样的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Tensor第一个Tensor里面的第一这个维度的值 乘以第二这个维度的值等于第二个Tensor里面第三这个维度的值乘以第四的这个维度的值 虽然我们不知道第一二三四它们的具体的值是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第一乘以第二等于第三乘以第四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我们称之为Ship distribution 比如说它的Dimension Size 那是模式等于0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范围或者是它可能有一些怎么样的高频的值出现 具体的一些分类我在左下角的PPC里面放了一个链接 这个里面有更详细的一些描述 那么Ship constraint的这个功能实际上会贯穿到我们整个编译的始终 我们会在前偏前面的一些环节里面 把尽可能把一些Ship constraint的信息给收集起来 然后会在里面在图上做一些Pollegation然后做一些传达 然后在后面的一些环节里面就会用到的这些信息 比如说我们从前端框架转到HLO的IR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用户赋予了一些Ship信息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可以从前端框架的算子的语义上面来推断出的一些Ship的关联信息 然后在HLOIR这一层做图优化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们如果知道一个隐私的Broadcast它的输入输出的Ship是一样的话 那我们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Broadcast给消除掉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通过Ship信息来对图做了一些简化 那么以及在后面的做Fusion的决策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要比如说我们前后两个loop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实际上也要知道他们的Ship是不是相等的 那么这些信息也可以从Ship constraint analysis这个模块中来得到 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 我主要想表达的是Ship constraint这件事情实际上是贯穿在我们Blade优化的整个Pipeline里面的 它会从尽可能的从多的环节里面去收集Ship信息 然后用Ship信息来指导我们的优化 然后我们第二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叫做A-Stitch A-Stitch实际上就是Blade disk里面的一个大尺度算子融合的工作 目前这个工作主要是面向仿存密集型的算子 为什么我们要首先要做仿存密集型的算子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这个图里面我们做了一些统计就是会发现 不管是从Kernel的执行时间还是从Kernel的数量来讲 仿存密集型算子都占到了非常大的比重 执行时间至少是一半往上 然后Kernel的个数是更是非常多 那么仿存密集型算子它有怎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首先就是它有比较大的这个执行开销 它的执行开销主要来自于访问片外的存储 比如说在CPU上面要去访问内存里面的数据 或者是在GPU里面要去访问Global memory里面的数据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的算子个数非常多 就像我们图里面统计的一样 所以说它的运行式的调度开销 比如说Cloud Launch或者是说深度学区框架本身带来的开销也都是非常大的 由于这些开销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host和device测做上场文切换的时候 这个也会非常高频也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开销 然后呢在目前的一些深度学区的编译器的工作里面 像XA或者是TVM里面 大家都会做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算子融合 比如说像loop融合或者是input output的这样的融合 那么SDC主要的贡献就是说我们会进一步提升融合的尺度 那么在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而且要在动态ship的挑战下来进行 所以说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 那么我们简单举个例子 我们会达到怎么样的效果呢 比如说我们看到右边下面这个图里面 这里画了一个模拟的这样的一个计算子图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颜色分别表示 实际上如果我们用比较简单的融合策略的话 我们会拿到四个kernel 这四个kernel的执行过程可能就是 如左边这个图所示会有 会有四次kernel launch 那么SDC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尝试把这四个算不相看起来 不太像弯的算子融合到一起 然后最后达到只launch一个kernel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关于A-stitch的具体的工作 大家可以去参考左下角的这篇论文 那在具体来讲 比如说刚才的这个模型这个计算图里面 我们有四个算子 那么如果我们有四个算子的话 那他每次每个kernel launch的时候 我们都会通过一个global memory的写 然后把上一个kernel的结果写到写的写进去 然后下一个kernel再起来的时候我们再去读这个global memory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在访问片外存储的代价其实上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想 如果我把这些算子融合在一起 我可以通过使用片上的一些存储 比如说CPU的catch line 或者是说GPU上面的share memory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们如果做大尺度的融合的话 我们可以借助于片上的存储来做缓存 就是右边这个图的 右边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部分 实际上就是通过片上的存储来做缓 做数据的中转 这样的话我们的kernel的数量就可以进一步的减少了 举一个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LSTM的Cell和Layer Loom 这两个是比较常见的kernel 那么在TensorFlow里面 他们分别是有18个和42个kernel 那么经过了XA的优化之后 LSTM的Cell 它会变成一个计算密集型算子 和三个仿存密集型算子 那么在Blade Disk里面 通过A-Stitch的方式优化的时候 我们会把三个仿存密集型的算子 融合成一个仿存密集型的算子 那么同样对于Layer Loom来讲 我们也会相应的把在XA里面 有六个的仿存密集型算子 变成一个仿存密集型的算子 然后通过对仿存密集型算子的激进融合 我们其实就能够大大降低它在模型中间的开销 然后对于计算密集型算子来讲 目前Blade Disk的输入是说 尽可能的接入已有的所有的高效的算子 为了屏蔽这样的一些差异 我们是引入了叫BladeDN这样一个统一的算子库 接入层 那么不管是这个算子库的来源是来自于厂商库 还是说来自于社区的高性高性能库 还是说通过比如说TVM Tuning手段出来的这样一些算子 我们都通过统一的接口 在Blade里面使用 这里想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 就是我们是怎么样通过AutoTVM 然后Tuning的方式拿到一些高效的算子库 然后在一些分子动力学模型上面拿到比较好的效果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工作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在第一个阶段就是BladeDisk正常执行的阶段 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BladeDisk 会嵌入到输手的框架去执行 那么在第一个执行的过程中 BladeDisk会去收集遇到的一些计算秘籍型 的的shape 然后我们拿到这些shape之后 我们会通过TVM的tuning的方式 拿到一组高性能的cone 然后这组cone我们再可以 经过部署就可以放到下一次的这个执行里面去 整个过程我们把它封装成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接口 我们有一个叫DiskHandler这样的一个类 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优化的级别指令成为over 这个over的意思就是说通过TVMtuning的方式来进行优化 然后只要我们在setting round的时候放到这个DiskHandler的scope里面 然后整个过程就可以自动的拿到这样的一组高效的可能 整个过程我们在一个在一组分子动力学的模型上面做了一些测试 然后我们可以其实看到通过BladeDisk对仿存密集型的优化 然后再加上TVM对计算密集型的优化 我们其实都能够拿到大于两倍的这个训练的加速效果 对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joint work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然后最后的部分就是BladeDisk的系统 很构建 然后这个图里面展示的是BladeDisk编译器的主要的一些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从TF或者是Pytorch的converter进来 然后统一的到了HIO的Dialect这一层 然后在HIO这个图层面我们其实会做很的优化 主要包括一些典型的图上面的比如说传量出来 连算或者是公共表达式去除的优化之外 我们还会有shape constraint相关的优化 我们会在这个阶段去提取一些shape相关的信息 然后再往下走会有fusion相关的优化 然后最后做完了之后 我们会对生成的好的代码做一次 运行时抽象层的这样的一个对接 然后最后变成可执行的代码 然后再嵌入到Tetherflow或者是Pytorch的框架里面去执行 然后我们把刚才那个图再缩小一点 那么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结构就是说 我们会从Tetherflow和Pytorch转进来 然后最后执行的过程中也会回到Pytorch 或者是TF这样的宿主框架里面去 我们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内部有一个叫做Runtime Abstraction Layer 就是运行时抽象层这样一层统一接口 这层接口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内层的分配拷贝 还有Core Launch或者是Library Core 或者是IO这样的一些操作给封装成统一的接口 那我们编译器实际上在编译的时候 就不需要考虑我们的宿主环境 或者是平台环境的一些差别 我们只要我们生成的代码 只需要去调用固定的一些接口就好 那实际上当Blade编译完的这个代码需要执行的时候 我们会为TF做一层适配 会为Pytorch做一层适配 也可能会为直接的运行做一层适配 那其实只要实现为这个Abstraction Layer 实现做不同的实现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这一层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实现了编译和运行的接口 对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Blade 实际上是Blade Disk是通过圈图加自定义 加自定义钻子的方式提升到宿主的框架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改变用户部署的方式 我们用户如果是一个TensorFlow的模型 那么经过Blade Disk的优化 我们会在这个模型里面圈出一部分我们可以支持的子图 然后我们把优化完的binary放回到原始的模型中 去替换掉那一部分子图 所以说用户用Blade Disk优化完的模型 仍然是一个它原始的模型格式 这个对于用户的部署来讲实际上是做到了一个透明和低的一个轻入性 目前我们主要支持了CPU和GPU的架构 然后GPU包括英伟达的AMD的GPU都有支持 然后CPU包括X86的AMD的支持我们也都有 Blade Disk其实已经在去年的年底开源了 然后这里其实是我们的在GitHub上面的地址 也欢迎大家来试用探讨合作 然后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丁丁群 然后在后续的发展中我们主要会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持续去提升算子的覆盖率鲁麻性和性能 这个是作为一个编译器必须要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会去看更多的前端框架和后端设备的支持 因为我们也讲了我们总会有新的框架出来 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新的硬件在涌现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会尝试去做Pytosh的训练支持 这一点主要是因为TensorFlow的架构的问题 使得我们的编译器的支持实际上是没有 是不用去区分训练还是推理的 然后它的架构都是同一的 但是在Pytosh这边因为一个执行的模式 所以说训练这一侧还要做更多的支持 然后第四个就是计算密集型算子的编译和优惑 刚才讲到我们目前是通过一些调裤的方式 但实际上现在社区和研究界也有一些工作 来做高性能的计算密集型算子的扣译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西数的特征子图的优化 这一部分主要是针对使用比较广泛的推荐类的模型 来进行的一个优化 对然后以上就是关于BladeDisk的分享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